现在呢又到了长寿花运累的时候 很多话在折布间问我 为什么自己家的长寿花不长花苞只长叶子 说我的叶子长得非常好就是不开花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长寿花它是一款短日到植物 我们一定要给它遮光它才会长花苞 遮光呢并不是遮白天的太阳 而是遮晚上的灯光 具体的操作怎么做呢 我来教会大家 首先我们从今天晚上开始准备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每天下午的五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 这个期间呢不要让它见任何的灯光 白天多晒太阳多见阳光 正常养货 只是遮晚上的灯光就行了啊 晚上五点以后到早上八点 这个期间不要让它见光 白天我们正常晒太阳就可以了 早上我们再把这个袋子拿走 正常能够让它晒太阳 遮光四十天你就会发现 你的长寿花叶子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中间就开始什么呀 长出花苞来了 长寿花遮光 一定要在晚上避灯光 而不是白天避阳光 记住了吗姐妹们 你遮光四十天以后 当你的花苞看到了没有 长成这个样子 我们就不用遮光了 就正常养护就行了 因为它的花苞已经出来了 就不需要再遮光了 我们只要施肥就行了 这个时候我们施肥的话 用催花上色行的 每次浇水都要用 把它堆水吸湿以后 直接灌根浇 每次浇水用 它是可以促进花苞分化 让你的长寿花 长花苞长得多 这个花肥里面 富含十多种的微量元素 是咱们基地自用肥 如果说你在控光期间的话 咱们用它可以加速 花苞分化 缩短控光的时间 让你的长寿花 长花苞长得多 后期开花多 喜欢养花 不会养花的 可以双击收藏加个关注哦 下面小方车里面 给大家挂上这款花肥 有需要的可以自助下单 2